為什麼他自己無法獨自承受 因為這裡有超過80隻無法超生的鬼魂 這個消息讓在場的所有人震驚 這就像進入滿屋之鬼的鬼屋 上集還沒看的朋友可以先點右上角的連結觀看 那接下來迷上癮來講 長春花園為何會變成鬼屋的原因 長春花園位於中青北道提川市 原本是一家知名的烤肉餐廳 在數十年前有一對夫妻共同經營 他們有請了一名員工 儘管餐廳生意興隆 但夫妻倆卻背負著一個巨大的悲傷 他們的女兒不幸遭遇意外事故 成了植物人 雖然在醫院掙扎了四年 但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 這悲劇讓夫妻倆陷入絕望之中 也無心經營餐廳決定轉賣出去 後來老婆跟員工前往仲介所 要處理餐廳出售的手續 結果途中被一輛貨車撞上 兩人當場身亡 撞人的貨車司機只受了情傷 女兒剛離開 現在連老婆也離開 老闆在知道後深受打擊 無法承受這種悲傷 他選擇在廚房裡 用瓦斯解除自己的生命 老闆離世後 有很多人想爭取長春花園的經營權 最後被一位有經營餐廳經驗的人收購 餐廳經過整修後重新開張 但就是從這時期發生一連串 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曾在餐廳工作過的員工表示 經常發生門被打開 但卻不知道是誰開的 奇怪的是不久後 門又會自己關上 還有餐廳廚師也出來說 餐廳裡面似乎有看不見的東西 因為他本身有些懶惰 在餐廳關店後 難得清洗 最後收進來的餐具 所以就把還留有食物殘渣的餐盤 整個丟進流理台 但神奇的是 第二天來上班時 不只餐盤被洗得乾乾淨淨 甚至連桌子也被擦得一層不染 有人幫忙做本來應該高興 但究竟是誰幫他洗的 除了員工還有客人遇到怪事 有人到餐廳用餐 跟女服務生點了兩人份的豬肉 因為等了很久還沒上菜 讓他有點生氣 就揮手問服務生 結果對方就講出一個 讓他驚訝到不是該說什麼的答案 先生抱歉 我們這裡沒有女生的服務生耶 還有一次 網友帶家人到餐廳聚餐 正當他們開心聊天時 突然有個服務生斷肉上桌 因為肉看起來很貴 而且問了其他人 都沒有人點這個肉 擔心可能會被加錢 他們就詢問服務生 但對方一聽感到疑惑 說他先去了解一下情況 之後回來 他給出一個讓大家傻眼的答案 不好意思 我聞過裡面所有的服務生 都沒有人拿肉到你們的桌上 還有其他網友表示 在用餐時無聊玩弄食物 後腦勺就被打了一下 結果轉頭看也沒有人 各種離奇詭異事件接連發生 導致許多員工受不了離職 連客人也嚇到不敢來 餐廳的生意已落千丈 最後老闆只好賣出餐廳 然後被一位牧師買下 但奇怪的是他沒有進行裝修 只保持原本的狀態 就這樣放著放著變成了廢墟 有人說是害怕被詛咒 所以才會保持原樣 重設之後 長春花園就成了探險愛好者的聖地 探險發生許多怪事 曾有人看到天花板上有女鬼的臉 還有上級說的鬼影 當然還有沒遇到任何事的 不過很多人都有個共同經歷 就是開車經過此處時 都成迷失方向 繞不出去的鬼打牆經歷 長春花園 鬧鬼的傳聞越傳越多 吸引到一個韓國節目 以鬧鬼為主題 到長春花園採訪 他們特別邀請了一位女巫師 試圖跟裡面的鬼魂對話 沒想到女巫師一進到屋內 就催促所有人馬上離開 當大家滿臉疑惑地走到屋外後 她才表示自己無法獨自承受裡面的靈體 第二天女巫師另外帶了兩位藍巫師 再次踏進屋內 當他們到達三樓時 讓巫師發現一個詭異的場景 她說有個女孩 正在全身鏡的前面梳頭髮 這時女巫師才開始解釋 為什麼她自己無法獨自承受 因為這裡有超過80隻 無法超生的鬼魂 這個消息讓在場的所有人震驚 這就像進入滿屋之鬼的鬼屋 最後在2016年 有一對來自首爾的夫妻買下 藏出花園 他們將一樓餐廳改建成咖啡廳 二樓則是改建成佛堂 也許是佛堂的作用 之後就很少發生怪事 但是經營三年後 咖啡廳失敗 現在該經營自助餐 關於前面說的鬧鬼才會生意差 也有人提出不同想法 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地點差 而且興建高速公路 才會導致生意不好 不過還是有貪險愛好者 特別跑來這家餐廳吃飯 那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看完如果覺得不錯 再幫名字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 還沒訂閱的新朋友 在離開前 也別忘了訂閱 跟打開小鈴鐺 祝各位 今晚有個好夢 晚安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